小朋友们,本老大每次和赛罗比赛,你们总是疯狂的支持他,有本事你们不要支持他,今天让你们看看,你们不支持他,不给他送鲜花的时候,赛罗输得有多惨 第一局,赛罗的头上有两个脚,是两把飞刀,大家都觉得他非常帅,有两个脚就很帅吗? 我今天也有两个脚,我的脚比他的还大,比他的还长,所以我比他更帅 哎呀,贝利亚,我这两个脚装上之后,让我显得更加帅气,你那两个脚装上之后,让你显得更加像一只大黑牛 如果大家觉得贝利亚像大黑牛的,可以评论牛牛牛,什么,乱说乱说,打打,你来说,不要撒谎,你觉得我像不像大黑牛 在我来说,外表比较黑,头上两只脚,确实比较像大黑牛 第二局,贝利亚,很想超过赛罗,于是他去托雷基亚的工厂里,买了一艘超大的大轮船 赛罗,这就是我,花了很多黄金,在托雷基亚那里,买下了一艘大轮船,非常非常的豪华 我有大轮船,你没有吧,超过你了,托雷基亚,你过来一下,贝利亚是不是买了一艘大轮船 是的,赛罗老板,他买的还是我们公司里最便宜的一种 那对不起了,贝利亚,托雷基亚其实是帮我打工的,我就是他的老板 第三局,气死我了,这一次我一定要超过你赛罗 这是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收集的黑暗能量,已经有这么大一坨了 我的能量比你多,我还是能战胜你 是吗,你信不信我只要大叫一声,就比你一年收集的能量多 小星光的小伙伴在哪里,让贝利亚这个大坏蛋,看看你们的力量 今天居然又失败了,我不会放弃的 都怪你们老是支持赛罗,你们给我等着 下次我一定要战胜赛罗